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画师萌 很多小宝贝都只画正眼 不要问,问就是稍微带点角度的都画不出来 如果硬画,大概会是这样的 每个五官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受控制 那么本期就来教一下宝贝们有脸就行的侧脸画法 国际惯例,先画一个正方形的圆打上十字线 分别在上下两边取圆圈直径的四分之一处拉出一条虚线 耳朵会在右半球的下方区域二分之一处 圆的左侧拉一条直线静直向下 沿着耳朵画出下额线与虚线交接处 分别是眉弓、嘴巴、下巴 进一步切割我们的五官 在圆的半径三分之一处拉一条虚线 也就是鼻尖的位置 定好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刻画五官了 后脑勺可以再扩大一点 画男生时,五官可以比女生立体一点 眉弓会凸出来,也就是眉毛的位置 眉弓下方会有个凹点 对应的也就是眼睛的位置 要注意的是,嘴唇的轮廓 一定不要超过鼻子到下巴 对应的这条斜线的位置 嘴巴部分要注意的点就是 上唇会比下唇突出 侧脸画得好不好看 主要还是取决于 从眉弓到下巴的这条曲线画得得不得劲 我们再把五条物标志性的发型和小墨镜画上去 这里再简单的讲一下上色的部分 如果是正常的正面光 侧脸的阴影主要会产生在这几个地方 也就是眉毛的下方 鼻子的下方 下嘴唇的下方 这几个点 在这几个地点补点阴影 或者拍点线条 基本的立体感就能出来了 那么本期的绘画小教程就结束了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想学 或者想知道的绘画小知识 可以答在评论上 或许你的问题 就会是我们下一期的选题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